一个老哥正在啃黑暗料理 突然胸口一阵疼痛 低头一看 一根婴儿腿扎伤了自己 不过别慌 那只是个玩具 发射着玩意的武器叫垃圾发射器 毕竟废土世界 资源有限 任何破烂都能成为武器 干着实的是三个赏金猎人 夜黑风高摸进一片墓地 只见前面一个十字架上挂着两袋水 这是给坟墓上点滴呢 猎人们也是胆肥 直接把还在输液的棺材给刨了 结果 一个半死不活的牛仔怪物 爬了出来 这老东西没有鼻子 活了整整两百年 人送外号 尸鬼 这位尸鬼老兄 是游戏改编的电视剧 服射的男主角 欢迎来 我是萨比 让我们看看 在核爆后的废土世界里 应该如何狗命 眼前这个正在表演套马的西部牛仔 是演员库博 因为生活所迫 他只能带着女儿 到儿童派对上表演节目 电视机里播放着 美国和敌国谈判失败 核战一触即发的新闻 派对男主人是麦卡锡主义分子 拿着啤酒开始蒂死库博是个左倾 可以猜测 库博从一名演员 沦落到现在这个样子 可能和他本人所持有的政见 有很大的联系 女主人关掉了电视机 想和好友们专注当下的快乐 这台电视机看着很落后 结合游戏设定 在1945年二战结束后 科学家们点歪了科技术 没有以现实世界为蓝本 发展成了赛博风格为基调 高度电子化的世界 而是朝着可敬开发核能 这条道路上狂奔而去了 现在人们谈何色变 但是剧中的美国 已经能把核能源 做到了民用化的程度 照明灯 汽车 当代需要用石油和电力 提供动能的设备 都可以用核能驱动 而支撑大型计算 运算能力的半导体芯片 在辐射世界中 压根就没有诞生 这也是我们在剧中 看不到高科技电子设备的原因 没有液晶显示屏给你点 只能看看 音级射线显像管 显示器组成的电视机 这也就解释了 为啥到2077年了 小康家庭的家电 看起来都很复古 不过有一说一 在二战后 福特的确开发过核动力汽车 这很难评 但的确很有 表演完节目 库博一转头 好家伙 一朵蘑菇云腾空而起 这和第一集的标题 The End相呼应 黄金时代在这一天 戛然而止 世界末日到来了 2077年10月23日 核战从美国开始 120分钟之内席卷全球 把现代文明 彻底葬送在了 无数颗火球里 派对上的大家伙 看见蘑菇云 乱成了一团 男主人带着孩子 躲进自家的防辐射地下室 并给想要挤进来的好朋友 一个大笔兜 库博很勇 核爆发生后 带着女儿策马狂奔 也不知道能不能跑掉 毕竟远处那些蘑菇 一朵接一朵的开 在这个画面中 左下角圆形的建筑 是个天文台 请记住它 我们在最后一集还会看见 辐射游戏诞生的世界 正赶上美国的科幻黄金年代 所以游戏里大量充斥着 上个世纪50年代 对未来世界的幻想 这也就解释了 由游戏改编的影视剧 为什么具有如此强烈的 美国50年代风格 比如女主人的紧身连衣裙 玛丽莲梦露式的烫发 接下来登场的人物 也都穿着 美国黄金时代风格的服装 故事一转眼 来到了核爆的219年后 一个名叫露西的女孩 正积极地推销着自己 只为参加三年一次的 避难所贸易活动 早在核战争之前 美国政府中的一小部分人 就先跑了 波赛东石油的钻井里 并且自称为英克雷 英克雷联合避难所科技公司 在世界各地 共设置了122个避难所 他们深埋于地下 可以防止核辐射的侵蚀 人们通过抽签的形式 决定能不能登上这艘诺亚方舟 看样子 露西已经在33号避难所 生活了很久 避难所内全员血亲 已经没办法结婚 繁育下一代了 这次的贸易 33号避难所将提供粮食种子 32号避难所 则提供一名男人 用来繁育下一代 以种子换种子 这交易没毛病 对面三个主委员会高层 听到了露西的优秀简历 纷纷按下了同意结婚的按钮 他们戴在手腕上的设备 是一种电脑终端 可以理解为现在的智能手机 被称为BB小子 在这个封闭的地下空间 这个卡通形象出现的频率 简直不要太高 他原名叫Walt Boy 灵感来源于马里奥 讽刺的是 我们现实世界的 美军核基地工作站 也同样位于地下 在那里 马里奥也无处不在 为的是缓解酒居地下的压抑 和片中的BB小子一个作用 但要知道 马里奥是日本籍的 而日本是世界上 唯一遭受过核武器攻击的国家 所以BB小子 也是有点嘲讽在身上的 通过结婚批准后 露西和闺蜜一起筹备着婚礼 避难所里的物资比较稀缺 连婚纱都是二手的 但没关系 露西的盲和新郎 马上要到货了 他很激动 朝玉米田里的老爸 打了个招呼 他的爸爸名叫麦克莱恩 是这个避难所的监督者 3D投影仪投射出虚假的蓝天白云 为了接新郎 33号避难所的大门 就要被打开了 负责开门的是露西的表弟切特 他很爱露西 以为凭借一己之力 故意制造开关故障 就能阻止这门亲事 但是很遗憾 他失败了 露西是个幸运儿 他的盲和新郎是个大帅哥 连闺蜜都忍不住 投来羡慕的目光 不过在婚礼上 新郎一伙人的吃相 简直不要太差了 就像从来没吃饱过饭一样 婚礼间隙 父亲麦克莱恩致辞 等到露西小孩这一代 避难所居民就可以回到地面 重新统治地球了 那时候 地表的暴力掠夺者 肯定都死完了 眼看日子越过越好 避难所的居民们都很兴奋 但新郎和他的伙伴们 却面有异色 吃完喜后 露西拉着新郎进婚房 紧锣密鼓地进行造人活动 弟弟好奇隔壁32号的情况 跑过去一探究竟 结果里头就像个坟墓 植物死光了 人也都风干了 弟弟惊觉 有些不对劲啊 一番运动后 露西也感觉不太对 他隐约听到外面的惨叫 于是测试新郎身上的辐射指数 结果数值爆表 他根本就不是32号避难所的居民 而是来自充满暴力和绝望的地表 他们是掠夺者 上一秒 两人还在翻云覆雨 下一秒 一言不合就开打 这是露西的主角光环猛的爆发 居然打赢了新郎 避难所被入侵了 居民惨遭屠杀 而幸存者也被作为人质 五花大绑了起来 为了保护女儿 麦克莱恩选择 被掠夺者摩尔达弗带走 这场血色婚礼之后 为了寻找失踪的爸爸 露西决定离开 从小到大生活的地下避难所 去到地面 当真实的阳光照在脸上时 他才意识到 外面的世界还真怪吓人的 露西走出避难所 这一幕很有意思 因为那个被认为 第一个直立行走的人类祖先 名字就叫露西 地表散落着可怕的人骨 和被石化的人类 如果在核爆中侥幸没有死 会变成什么样呢 库博会告诉你答案 这个没有鼻子的男人 就是库博 无数人死于核爆后的 辐射和尘埃 活下来的那部分人 大概率会变成狮鬼和狂狮鬼 战力爆表 寿命贼长 掐指一算 库博得两百多岁了 库博属于狮鬼 可以使用萧芙宁来维持理智 除了丑一点以外 没别的毛病 而狂狮鬼长得七星怪状 因为没有服用足够的萧芙宁 所以会狂化 失去理智 攻击性极强 库博一直被埋在地里 一个叫唐佩德罗的人需要他了 就把他挖出来用一下 这个唐佩德罗 在整部剧里只出现过一次 也没有交代他是生是死 去了哪里 不知道在第二季里会不会填坑 因为库博在狮鬼中拥有超强战力 所以有许多赏金猎人来挖他 这部就来了三个赏金猎人 用垃圾喷射炮一同操作 干掉了竞争对手 把库博铲了出来 为了确认库博没有成为狂屎鬼 他们还带了一只鸡 库博觉得鸡还怪可爱的 抱起来撸了撸 一番亲切沟通后 库博得知 三个赏金猎人是想邀请库博组队 找一个叫摩尔达夫的女巫 但库博不想和这几个战武渣一起上路 干掉了其中两个后 自己一个人走了 在核爆后的地面 还有一只被称作钢铁兄弟会的组织 他们是一只具有宗教性质的武装队伍 在核爆初期 钢铁兄弟会 接纳了大量无家可归的苦命人 这个正在被暴打的哥们 名叫马克西姆斯 他当年凭借模仿印第安娜琼斯 躲在冰箱里那一招 成功逃过和平 加入了兄弟会后 一直以后补生的身份 努力地刷马桶 这天 马克西姆斯又在和好兄弟 也可能是好姐妹 戴恩一起刷马桶 结果戴恩被临时叫走了 留下了马克西姆斯一个人原地惆怅 晚上 戴恩兴高采烈地告诉他 自己要被升职了 即将成为提图斯骑士的护从 马克西姆斯的心挖凉挖凉的 明明说好一起刷马桶 你却偷偷升了职 这个头部看上去 有点像小强的机甲 就是辐射游戏里的动力机甲 T60 BB小子 避难所黄蓝连体服 以及动力机甲 被尊称为辐射三圣物 护从的使命就是扛着大袋子 跟在T60后面当跑腿的 虽然很累 但对后补生来说 已是无上荣光 果然树大招风 戴恩第二天早上就被人阴老 不知道谁藏了刀片在他鞋里 把他的脚割破了 马克西姆斯因为嫌疑最大 被带去小黑屋盘问 他便解道 虽然嫉妒戴恩 但绝对不会伤害自己的好兄弟 因为T60急着做任务 马克西姆斯收获天降惊喜 他顶替了戴恩 成为了提图斯骑士的护从 他领了第一项任务 去到荒野 找到一个男人和一条狗 在飞鸟直升机上 马克西姆斯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 想和提图斯骑士套套近乎 但是提图斯骑士压根看不上这个小护从 还把自己的铁护装扯了下来 让马克西姆擦 那还能怎么办呢 擦呗 擦完铁裤装 提图斯骑士闲得无聊 打算提前落地 打两只鸟来玩玩 马克西姆斯好心提醒 他们距离目的地还有几千米呢 提图斯骑士无时提醒 抱着他一起落了地 走进一片树林里 另一边 路西开始找爸爸了 但一直在避难所生活的人 都是温室里的娇花 闯荡江湖不带一点防备的 大晚上的 点了篝火直接睡在野外 一个超大小强 偷偷逼近了熟睡的路西 这种小强经过了辐射变异后 胸腔变大 长出了门牙 可以猎捕人类 眼看路西就要被啃 一只狗狗突然扑向了辐射小强 把他扯来吃掉了 狗狗名叫404 出生时因为体重没有达标 险些被放进了焚化炉里 可科学家是个软心肠 修改了体重数 把狗仔踹进怀里 带回宿舍偷偷养着 男人和狗天长地久 404长大了 住在墙壁后的大洞里 目睹过科学家艰苦的实验过程 也见证了主人发明出 冷核聚变的伟大过程 拥有了它 就可以在常温的环境下 产生核聚变 核聚变就可以产生无限的能源 这样的话 人们就不需要再为争抢能源而开打了 狗狗虽然叫404 但最终还是被人发现了 他护主心切 咬死了报警的人 场面变得很尴尬 科学家心一横 只能带着他逃命 临走前 科学家把冷核聚变植入到脑后 这导致了他被全网通缉 他一路走啊走 看到了燃着篝火睡大觉的露西 科学家劝告露西别找爸爸了 赶紧回家吧 病染所的人不懂弱肉强食 很容易被地面上不讲武德的人反杀 露西找爸爸的决心非常坚定 科学家劝不动他 带着404走了 他也有自己的使命 男人和狗钻进小树林 吃了美宝宝牌肉罐头 休息时间 404带来了一个惊喜 一直断手 科学家吓了一跳 觉得此地不宜久留 垃圾也没带走 就和404继续赶路 前往费城了 马克西姆斯发现了 这一人一狗留下的垃圾 迅速上报了领主大人 两人朝着黑区区的山洞走去 眼前赫然出现了一堆放射性物质 领主让马克西姆斯先去查看 马克西姆斯懵了 不过命令大于天 他还是硬着头皮冲了 绕了一圈 啥都没有 马克西姆斯长出了一口气 一回头 发现了一只妖怪 站在领主大人身后 一招黑虎掏心 把领主大人的枪都吓掉了 这只怪物熊 在游戏中的英文名就叫妖怪 是废土上战力最强的野生生物之一 辐射游戏中 有很多等级不同的怪物 T60虽然看上去很强 但是和高级怪 妖怪正面硬刚 依旧处于劣势 如果操纵机甲的人是个萌新 很容易被KO 这位领主大人 就被妖怪按在地上反复摩擦 最后靠装死 躲过一箭 马克西姆斯惊呆了 不是说提前下飞机 录两手给我看看吗 妖怪被马克西姆斯抱了头 领主大人因伤势过重 需除去机甲治疗 脱了头盔 领主的人设就塌房了 马克西姆斯觉得 他还没自己好看呢 不过此刻 他只敢在心里抱怨 手不能停 要拿治疗针给领主回血 但是领主大人没心没肺 破口大骂 马克西姆斯是最差劲的护从 必须被处死 这番激情骂街 彻底打断了 马克西姆斯的治疗进度条 在马克西姆斯的心中 神传T60的骑士 是至高无上的存在 他们的使命 是要让这个堕落的世界 变得更好的 而不是像面前 这个废柴领主一样 只会瞎嚷嚷 于是他揣起了手 坐靠领主的血条耗尽 马克西姆斯很聪明 他知道自己取而代之领主之位后 只要带回目标 一人一狗 这样一来 功过相抵 回到兄弟会之后 也能免了被处死的命运 马克西姆斯穿上了 梦寐以求的T60 那感觉就是速度120迈 心情非一般的嗨 他马上就去行侠仗义了 激情放走了一个 刚刚住了母鸡的男人 接下来 他要去费城 寻找那一男一狗了 另一边 路西先来到费城 此处人才济济 干净又为生 集市上有狗肉摊 列西刷尔 也有可以把便便消奸的艺术家 路西拿着爸爸的照片 到处问人 搜寻无果后 他走进了一家 24小时营业的豪华便利店 便利店顶上有半截飞机 那是战前科技 F16战斗机的残骸 费城居民 热衷把大个的机械化整为零 好卖个好价钱 这些新鲜事物 让路西的眼睛 一亮一亮又一亮的 穿着避难所制服的他 就像一朵单纯的小白花 受到了路人的群巢 在路过一只废土特产 双头牛后 路西冲进了一家杂货店 看到了很多熟悉的避难所误见 于是亲切地询问杂货部老板 被老板撵走后 路西瞄了一眼杂货部的账本 上面有一个熟悉的名字 摩尔达弗 这个掳走了爸爸的人 似乎和眼前的老板娘有交易 路西被赶了出去 恰巧又遇到了科学家和404 科学家仍在劝告路西赶快回家 他似乎对路西的家乡 33号避难所了如指掌 与此同时 库博坐在了不远处的椅子上 冷冷观察着这一切 他大声喊着科学家的名字 威尔齐格 这一嗓子 熬得整个废城都骚动了 黑市上 赏金猎人代理商也收到了通缉令 重金悬赏科学家威尔齐格的人头 瞬间成为了人群的焦点 科学家有点慌 向杂货部老板娘求助 好巧不巧 老板娘正有此意 原来 福尔达摩是老板娘的客户 先前画了一堆堆可乐瓶盖 拖他把科学家送出城 这里先暂停一下 解释两个疑问 第一个是 剧中并没有交代科学家和福尔达摩的关系 但我们可以通过碎片信息推测一下 两人可能私下保持着联系 因为他们政治理念相同 都希望冷和聚变发生作用 维护世界和平 第二个疑问是 为什么可乐瓶盖能当钱花 这就要说到辐射里的货币系统了 在这个世界里 居民们最爱的饮料是核子可乐 它气少还含放射性元素雷 生前喝太多 死后连骨头都会发光 虽然听着很黑暗 但能喝的东西实在太少 所以核子可乐还是稳稳站住了热销榜 甚至成为了类似黄金等家屋一样的存在 正是因为居民们的疯狂喜爱 核子可乐的瓶盖就成为了货币 可乐瓶盖是战前闻名的意象 和拿子弹当货币相比 这个设定显得很有人情味 而现实生活中 2015年 可口可乐公司在迪拜推出了瓶盖电话亭 专门给劳工用来打国际长途 一个可乐瓶盖可以通话三分钟 这为他们省了很大一笔钱 有趣的是 剧中核子可乐的创始人名叫John Caleb Braddon 这是个妥妥的裁风梗 这个名字的前半截来自于可口可乐之父 John Pemberton 后半截来自于他的宿敌 百事可乐之父 Caleb Braddon 生生世世纠缠不清 回到剧情 杂货部老板娘决定干掉库博 保护科学家出城 但库博抬手就是一枪 对科学家的腿进行了物理分割 眼见科学家战损 自己又扛不住库博的火力 于是老板娘放出豪言 谁干掉库博 就给谁一千个瓶盖 刹那间 库博成为了全废城人民的火把子 可这个家伙的枪法 经过两百多年的历练 已经出神入化了 他吃着小番茄 就能干翻无数缠的身子的人 何况尸鬼尸体的恢复能力 那是相当的强悍 眼看科学家玉璽 好狗狗404飞身救助 惨遭库博毒手 倒地不起 露西站在宇宙中心呼唤爱 一番嘴炮输出后 他举起了手枪 对库博造成了刮沙般的轻微伤害 就在库博快要拿下露西的时候 身穿T60的马克西姆斯 从天而降 打断了库博的暴力事法 他把露西带到了安全地带 嘱咐他看好科学家 库博交给自己搞定 科学家走不了路 但没关系 这难不倒老板娘 他分分钟暴力装腿 然后委托露西带着科学家出城 把他交给了自己的客户 摩尔达佛 考虑到爸爸在摩尔达佛手上 露西也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 钢铁机甲虽然很硬 但扛不住尸鬼库博是个战斗老狗 两人从天上打到地下 露西趁着两人很忙的时候 带着科学家偷偷溜走了 成功甩掉机甲 库博匆匆找人 却扑了个空 一番思索后 他给404注射了治疗血清 打算利用他的狗鼻子找到科学家 这时 露西已经带着科学家走出了废城 路过前苏联的卫星残骸时 科学家的血条也快见底了 科学家吃了香蕉味氢化物 马上要狗带了 他让露西把他的头砍下来 带着里面植入的冷核巨变 穿越废土 去见福尔达摩 随即掏出了切头工具 看着大刀 露西虽犹豫不决 但在科学家的一番劝说之下 他最终还是狠着心 进行了物理分割 就这样 一个足以改变世界的小玩意 落在了一个单纯小白花手上 接下来的废土之旅 又将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 虽然荷报后的库博颜值减分 但是荷报前的库博英俊潇洒 还是一名颇有声望的演员 堪称片场戏霸 可以随便改戏 此人丑陋 但坚强且有尊严 正在拍戏的库博念出这句台词 似乎为他日后的遭遇做了注视 说完台词 库博自己喊了卡 要和导演聊聊 聊到一半发现 编剧是个左侵分子 所以他被解雇了 听到这个消息 库博心里有些荡 他内心也很左 但无奈当时麦卡锡主义盛行 妻子又在避难所科技公司工作 这家公司信奉赚钱至上 所以库博不能明着做 只能苟着 把真实的自我隐藏起来 因为工作原因 妻子给库博接了个私火 给避难所项目做广告代言 殊不知 这个项目直接导致了库博的事业滑铁炉 被蒙在鼓里的库博 换上了拍摄用的黄蓝连体服 诶 这衣服是不是很眼熟 对了 他就是避难所同款连体服 库博甚至敬业地摆了不少pose 这其中就有最经典的 眯眼睛比大拇指的动作 有儿曾经问过库博 这个动作是什么意思 库博说 当你的面前出现了蘑菇云的时候 就比起大拇指 如果蘑菇比大拇指小 那就赶快逃跑 如果蘑菇比大拇指大 我跑都不用跑 直接等死就好 扛过了荷包的库博 仍旧要在废土世界中奔跑 他在404的实影下 找到了无头版科学家 他又扑了个空 不过没关系 磕点消福宁 继续追露西 不得不说 露西对生活品质要求蛮高 即便是在逃跑 也得吃点好的 比如这个美味排恶魔蛋 这道菜在辐射游戏中很受欢迎 无数避难所科技的博士们同意 一天一份美味恶魔蛋 就能远离原子弹 官方游戏也曾出过一本 辐射饮食菜谱 里面详细介绍了恶魔蛋的做法 吃完晚餐 露西拿着科学家的头来回摆弄 他看到植入幼耳后的小东西 正闪闪发着光 露西想了想 将一个定位器具 塞进了科学家的鼻孔里 干完这一切 他对着脑海中的T60骑士 翻了一下花痴 按照杂货铺老板娘给的定位 露西一路来到了好莱坞大道 途经湖边 他抽空喂了一只小花鹿 然而下一秒 小花鹿就被水里的怪物拖走了 怪物没吃饱 继续拖露西下水 不料露西身形矫健 躲过了一截 可科学家的头 却被怪物一口吃掉 就在露西打算下水 单挑怪物的时候 库伯的小手枪 指向了他的小脑袋 这下 两人进度总算对齐了 可惜目标失踪了 库伯看着地上的怪物口水 判断出他是诗吞员 吞了科学家的头 于是 他把露西当成鱼饵 放在水里 引诱诗吞员上钩 库伯在一旁 嘀嘀叨叨 露西则被反复浸泡 诗吞员来了 他张开大嘴朝露西扑去 库伯眼急手快 把他捞了起来 我们暂停画面 可以近距离 欣赏到诗吞员的口腔内部 里面布满了人类的手指 诗吞员 是由战前的荣源遍野而来 原本只有10厘米 现在能长到2米 但是剧中的诗吞员 有所不同 他应该是某个避难所的产物 是通过和人类的基因杂交 得到的怪物 眼前这只诗吞员很强 把肖弗宁咬了个稀巴烂 库伯搞不定 斯林斯狂叫了一通后 诗吞员被吓跑了 库伯发挥传统异能 把卢西套了起来 牵在身后 他要去补充点肖弗宁了 药可不能停 路上 他们经过了库伯站前的办公室 加州新月工作室 都200多年了 招牌还没褪色 尤其质量是尊都好 不过 马克西姆斯这边可一点都不好 他的T60 被库伯一刀999 干到瘫痪 为了重启机甲 他不得已又回到 刚才被打败的地方 找维修站 维修站的姑娘告诉他 修这个零件得五个可乐瓶盖 马克西姆斯显然没有那么多钱 但是无妨 他可以去赚 18世纪以前 穷人如果急用钱 就会忍痛去拔牙换钱 卖牙类似于当代卖血 换到了钱 马克西姆斯回到T60身边 善于拆卸的费城居民 正在对T60上下其手 T60就像是马克西姆斯的妻子 即便他被暴揍 也要抡起马桶圈 捍卫自己的爱人 然而 对面人数众多 又不讲武德 马克西姆斯眼看就要被打死 千军一发之际 他把手塞进机甲 捏爆了费城居民的头 可高兴没多久 兄弟慧又空投了一个新护丛 因为他刚刚一时脑抽 向兄弟慧撒谎 称自己光荣战死了 兄弟慧表示 没关系 护丛多的是 马上快递过来 似乎每一台动力机甲 都有定位系统 可马克西姆斯 只想一个人快乐做大事 他要捏爆新护丛的头 但这新护丛一点也不新 还是个老熟人 而且超会开马屁 马克西姆斯邪魅一笑 扯下自己的铁裤裆 让胡从擦干净 还在学校的时候 跪地上的这位 经常带头欺负马克西姆斯 如今风水也轮流转了 马克西姆斯变着法的PV他 没想到他还挺抗躁 胡从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 不留余力 甚至歪打正着 竟找到了尸鬼库博 留下的辐射痕迹 马克西姆斯这才得以 确认目标方向 两人找到了无头科学家 拿着画像一通确认 然后继续顺着路西的脚印找头 马克西姆斯和新护从 会在找头的间隙 聊个五毛钱的天 原来过去那些欺负 都是被逼无奈 新护从也会对 马克西姆斯的死感到难过 这把马克西姆斯整得挺感动 在T60里忍不住神情流露 然而 老废土人的善良就是软肋 他们一路寻找 来到库博 路西和士吞员交战的水边 辐射探测枪 突然指针乱晃 紧接着水面荡起了激烈的波浪 他来了 马克西姆斯让护从待在岸边 自己单挑士吞员 不料 库主心切的护从 站在岸边 发射了毛钩枪 命中士吞员的下额 士吞员抱起 朝着护从冲过去 一口把他捉在嘴里 这个怪物只能吞咽 没有牙齿 无法撕咬 所以护从一时半会还死不了 马克西姆斯 远口夺人 T60钢铁手臂一用力 就把人拉了出来 好家伙 这一拉 把士吞员的舌头都给拉了出来 士吞员约了 混着消化液 吐出了一大堆东西 其中就有科学家的头 和路西的靴子 404从角落里冲出 亲切地舔着主人的头 马克西姆斯和护从 也因为找到了头 高兴得像个孩子 这边 帮助路西逃出避难所的表弟切特 遭到了严厉的审判 他失去了自己看大门的工作 这导致他彻底迷茫了 痛哭流涕 接着 路西弟弟诺曼也接受了审判 他获得了降级的处分 可实际上 他的级已经是最低了 降无可降 于是 组委会一拍脑门 把他调去了监狱部门 给血色婚礼上 战损的掠夺者送饭 但是掠夺者们不想吃饭 只想把他的脑子 砸个稀巴烂 为此 33号避难所的高管们决定 对掠夺者们进行改造计划 让他们加入避难所的大家庭中 高管们在发言台上 各自陈述观点 争夺话语权 这里不得不提一嘴 在《上古辐射一》中的经典台词 意见好比屁眼 每个人都有 台下的群众纷纷发表自己的意见 让掠夺者们读莎士比亚 马洛 学为积分 接受现代文明的感化 弟弟诺曼冷笑不语 直言 掠夺者是一群尚未开化的人类 敢化啥呀 应该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 全部杀死 路西的闺蜜 给了一个认可的眼神 两人站到了同一阵营 但她的话 把其他的白兔宝宝们吓坏了 诺曼秉承着中庸之道 假装承认了自己观点的错误 这才平息了骚动 就在会议进行到一半的时候 工作人员跑进来宣布了一个重大消息 净水芯片坏了 接下来的水储备 只能支持两个月 这个消息 让在座的白兔宝宝们更加恐慌了 尽管剧版的故事是原创的 但依然致敬了游戏中的故事情节 辐射一主角的主线任务 就是离开避难所 找到净水芯片 这个小细节 凸显出了巨奇的诚意买卖 库婆牵着路西去买肖福宁 他们路过了西区医疗诊所 被里面的惨叫声音吸引了过去 诗鬼罗杰 因为肖福宁用完了 正在忍受编译成狂诗鬼的痛苦 罗杰苦称诗鬼形态28年 没有变印 但他的赚钱能力没有库婆墙 所以无法持续购买肖福宁 最终还是要走上狂化之路 为了不让罗杰变成狂诗鬼 成为自己的威胁 库婆开枪打爆了他的头 并吃掉了他的一部分 路西崩溃了 大声质问库婆 为什么要吃掉自己的同类 是饿死还是被库婆杀死 路西陷入两难 为了活命 路西最终还是拿刀分割了新鲜诗鬼的尸体 将他的可食用部分 屁股挂在了包包上 快要渴死的路西 无奈地喝下了路边的含浮水 他想要趁库婆不注意时逃跑 却被抓了回来 两人扭打在一起 路西咬掉了库婆的一根手指 以牙还牙 库婆也卸了路西的一根 为了获得肖福宁 他把路西带进了评估房间 打算把它卖掉 房间里摆放着一台 通用原子国际4号机 这台机器会对路西的身体进行评估 通用原子国际4号机 是战前的家用机器人 他在辐射游戏中被称为翘首先生 诞生于2037年 最早由通用原子能生产 他内部安装有核电机组 动力相当于一辆货运卡车的引擎 原本的翘首先生是黑色的 2039之后 他进行了全面升级 才换成了全身镀铬器 翘首先生是为了服务人类而存在的 他贴心地接好了路西的断纸 并在那之后麻醉了他 打算分装他的器官 昏迷中 路西梦见了妈妈 一睁眼 看见屋子里多了两个卖药哥们 他们让翘首先生赶紧把路西处理好 买主马上要过来了 路西不想被摘除器官 于是开始反抗 他先是灵敏地躲过了翘首的闸刀 反杀了翘首 然后拿起了爱巴索下水道清洁剂 注入了翘首先生的发射器 最后把发射器对准了卖药哥俩 卖药哥俩不想被清洁剂腐 于是便爽快地答应放走路西 同时也放走了所有的诗鬼和狂诗鬼 这就是废土世界的生存法则之一 为了生存不惜一切代价 不过这代价的确有点多余了 狂诗鬼出仓后 兄弟俩慌了 慌中出乱 结果都被反杀 经此一役 路西的避难所价值观摇摇欲坠 他即将从一个对废土世界充满好奇的小白花 变成了一个不敢再好奇的小白花 路西纯洁善良的底色并没有改变 他知道库博对于药物的渴望 虽然憎恨他 但路西还是施舍了肖福宁 库博吸食完肖福宁 身体逐渐恢复了正常 他甚至打开了卖药哥俩的放映机 重温了末日前自己主演的电影 33号避难所里 诺曼沮丧地坐在角落 怀念着自己的父亲 失去了门位一职的切特 正伤心地吃着午餐肉 路西的闺蜜 把丈夫的遗物送给了切特 并把她当成了自己的丈夫 深入安慰了一番 没想到羊水破裂要生了 诺曼访问了32号避难所的日志 想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可惜遭到了电脑的拒绝 他找切特商量 两人决定壮着胆子 去32号避难所一探究竟 踏入避难所 大片枯萎的玉米田 映入眼帘充满了死记 电视机里正播放着 关于老鼠的实验 在有限的食物储备下 数量过剩的老鼠 会为了活下来 出现同类相识的情况 而在32号避难所里 尸体随处可见 据推测 这里的人已经死了两年了 有人倒在面包机旁 有人死在同胞手里 有人在咽气前 在墙上写着 管理层去死的字养 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不过让诺曼疑惑的是 那些掠夺者们 是怎么进入32号避难所的呢 他调用了电脑日志 发现用来开门的BB小子 竟然是他妈妈的 这又是怎么回事 关于这个点 会在后面的剧情揭晓 这里不得不再一波 诺曼和切特探索32号避难所的情节 还原了辐射76中 十分经典的尸体叙事 通过观察32号避难所内的尸体 以及观看电视机里播放的资料片段 综合调用的日志信息 观众大概可以构建出 一个神秘事件的轮廓 至于32号避难所的真相究竟是什么 没有告诉观众这个答案 但根据辐射的世界观 每一个避难所在建造初期 都会设置一个实验主题 根据枯萎的玉米田 老鼠实验和互掐而死的尸体形状 我们可以大胆地猜测 32号避难所的主题 对照的就是电视机里的老鼠实验 由于管理层的恶意策划 玉米全部枯萎 无法量产 再加上这里的人口过多 储备的粮食不足 于是发生了同类相识的悲剧 从这张图我们可以推断 32号和31号 33号避难所是连在一起的 三个避难所 共同构成了一个三方社会 那么它们分别是什么管理机制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马克西姆斯和护从围在路边烤火 经历过远口夺户后 两人也算是过命的交情了 感情那叫一个蹭蹭升温 护从因为出发前走得太急 少了些仪式感 于是主动让马克西姆斯 给自己一个标记 毕竟 这样才算正式成为提图斯骑士的人 马克西姆斯没有拒绝 迎唱一番后进行了标志 护从很痛很兴奋 可下一秒他就开心不起来了 马克西姆斯打开了自己的T60面罩 打算坦诚相待 护从暴怒 直言马克西姆斯死定了 两人打了起来 马克西姆斯堕碎了护从的一只脚 护从拔掉了动力机甲的聚变核心 导致了机甲当机 马克西姆斯动弹不得 无能狂怒 眼睁睁看着护从带着科学家的头颅 骂骂咧咧地离开了 太阳升起后 卫光的合蟑螂 打算躲进动力机甲里 马克西姆斯吓得嗷嗷直叫 这时 露西突然出现 开枪干掉蟑螂 还顺便剁了两脚 马克西姆斯恳求露西 将它从动力机甲里捞出来 但现在的露西 已经不再是那个单纯的小白花了 它是扭轱露西 一个不会轻易相信别人的人 突然 露西呕吐不止 因为饮用了大量的辐射水 它患上了辐射病 并且就在刚刚 露西把所有的萧芙宁都给了库博 不过幸好 马克西姆斯身上刚好有这玩意 伏效效付宁后 露西舒坦多了 马克西姆斯打算去追杀护从 露西却心生疑尽 他之前给科学家的鼻孔里 安装了定位器 所以找头很轻松 他希望马克西姆斯 把脑袋带回兄弟会 然后提供六个骑士 帮自己找到爸爸 原本就找头无路 马克西姆斯索性答应了下来 他们走在铁路上 遇到了两个拦路的人 露西为了无损通过 开始呼唤爱 他提议大家都高举双手 以承相待 缓缓通过 事情一开始很顺利 但那两人看见露西手腕上的BB小子时 心生歹念 掏枪就在一瞬间 老废土人马克西姆斯早有预感 更快速度地拔出枪 干净利落地解决了两人 然而他还是被打中了肩膀 掉血了 露西很难过 不是说好要坦诚相待吗 两人继续前行 来到了新加州共和国的首都 沙音市 这里残破不堪 还有巨大的和平大坑 马克西姆斯看到这个画面 心里一阵难受 因为这是他的老家 如今已成为废墟 为了给马克西姆斯指写 两人来到了霍桑医学实验室 实验室也是避难所科技的分支机构 露西单枪匹马闯入这栋阴森的建筑 马克西姆斯很感动 匆匆去追 可一晃眼 露西就不见了 马克西姆斯到处找 不料竟掉到了坑里 奇怪的是 他们醒来后 竟齐齐整整地躺在了单架上 露西四处走动 发现他们在一个避难所里 另一边 诺曼和切特对32号避难所的探索还在继续 他们走进一道堆放更多尸体的门 这道门是通往31号避难所的 这些死尸生前似乎想要进去 却不知道为何 全都死在了门前 还在墙上用鲜血写下了 我们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 与此同时 为了选出下一届的监督人 33号避难所正在举行民主投票 诺曼对此嗤之以鼻 回家埋头调查电脑日志 这一调查 竟发现了人事调动的秘密 原来 33号避难所之前的监督人 都是从其他避难所空降而来的 而自己的父亲 汉克·麦克莱恩 也是从31号调来的 换句话说 诺曼和姐姐路西 血液里流淌的是31号避难所的基因 突然 一条消息弹出 最新的监督人 由一个名叫贝蒂·皮尔森的爆炸头女高管当选 巧了 她也是从31号调来的 大会上 贝蒂表示 接下来会把一部分33号的人送进32号定居 这不就是妥妥的灾后重建计划吗 居民们被邀请参观新家园 当诺曼再次走进32号时 发现里头窗鸣寂静 粉刷一新 尸体 破损的机器残骸竟全都不见了 贝蒂和他交换了一个眼神 难道这阿姨在试探他 诺曼当时没忍住 直接询问道 他妈妈死后 他的BB小子是如何处理的 贝蒂回答说 当时是他和诺曼爸爸连人带机器一起埋葬了 诺曼显然不相信 贝蒂一定有事瞒着自己 与其猜测 不如去31号亲眼看看 黑白末片风格的避难所宣传片 在银河新闻台如期上映 战前的库博西装革履 叼着雪茄 为电视机前的观众 介绍着避难所的种种好处 荧幕下方有一个电话号码 呼吁感兴趣的民众 来参加避难所的施助项目 拍完宣传片的库博 和妻子的同行巴德 进行了一番商业互吹 巴德在威斯科技工作了足足十年 动力机甲就是威斯科技设计的 不过巴德不是技术港 而是人力资源港 库博吐槽威斯科技T45机甲的缺陷超多 自己在参加阿拉斯加战役时 T45机甲让很多无辜的民众丧了命 巴德文言即刻甩锅 说自己只是个人力 设计的细节不太清楚 深耕娱乐圈多年 库博对这种职场老油条见怪不怪了 巴德在这里说了句很有意思的话 摧毁竞争对手的不是质量和销量 而是时间 而人类未来的关键词就是管理 你别说这话用于核爆后的世界 还真挺应景的 只要能活下来就能耗死竞争对手 只要管理得当人类就有希望 不过库博无心听这些 他只想和老婆贴贴 但无奈老婆是个工作狂 等一下还要在家里搞社交派对 库博看着报纸上傻笑着自己直受美 拍了拍一只叫罗斯福的狗狗 放下报纸去参加派对 报纸上写着 失去领土的共党分子 在远东部署了更多的军队 如今战局十分紧张 但不影响人们开狂欢party 这里投射的是二战时期的美国 前方的战场上炮火连天 本土的人民却在选美和赛马 不过最有意思的是 这条新闻的下方赫然印着避难所的广告 明摆着在贩卖焦虑 今晚来参加派对的 大多是避难所公司的高管 库博觉得无聊 来到了泳池边吹风 他在这里遇见了自己的好友赛巴斯 两人同是混娱乐圈的 且都对目前的政治现状表示堪忧 塞巴斯欣赏库博现在的掐贩方式 他自己也把声音版权 卖给了避难所公司 装载在旋转机器人 也就是翘首先生身上 塞巴斯觉得 好莱坞已经辉煌不在 演员们被笼罩在末日悲观的情绪里 没有创造价值的能力 沦为了商品 而统治世界的人 永远都是那群带着BB小子的人 也就是避难所科技公司的管理层 听完这话 库博陷入了沉思 忙里偷闲 库博终于找到时间 和妻子抛大枣 享受二人世界了 妻子描述着自己的商业版图 打算等到女儿15岁时 也去接广告代言 但库博想要激流勇退 退出演艺圈 在乡下种田做牛仔 而老婆负责养鸡 养鸡 那可养不了一点 妻子拿起BB小子解释 她在避难所公司上班 为的就是能在避难所里分到一个住处 不然末日来了 全家人都得被荷包杀死 这么看来 妻子和库博压根不是一类人 她笃定 荷包一定会发生 而库博打从心底不相信 会有世界末日 和妻子闹得不愉快 库博找好兄弟借酒消愁 好兄弟是亲共分子 不满库博给避难所公司拍广告 她批判美国政府是垃圾 将人类存亡的使命 外包给了如魔鬼一般的避难所科技公司 她用一个牧场主的故事打比方 如果牧场主的权力大于警长的时候 那她动动手指 就能烧掉整座城镇 避难所联合各方资本的力量 控制了全美超过一半的经济 全市已在政府之上 如果仍让其增加销量 继续膨胀 那最后 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呢 这番言论 让库博觉得好兄弟在威严耸听 负能量太多了 他有点承受不住 况且屁股决定脑袋 妻子在避难所公司上班 肯定得挺自家媳妇呀 好兄弟索性拿出名片 邀请库博来参加亲共派的杀龙集会 回到家后 妻子告诉库博 公司出了新规定 避难所里不能养狗 这是谁一排脑门子想出来的搜主意 甚至都不经过民主投票的 对于库博来说 罗斯福是一只好狗狗 他去哪都得带上他 妻子直接炸毛 大哥 现在我们的主行任务 是在末日里活下来 你就别纠结鸡毛蒜皮的事情了 库博委屈了 觉得老婆爱工作 甚过爱自己 妻子辩解说 他努力工作也是为了丈夫和女儿 他卯足镜 想要进入管理层居住的避难所 这种避难所可以监管其他的避难所 生活条件不是别的避难所可以比的 库博当下服软 承认是自己狭隘了 可他私下里觉得这事不简单 于是悄咪咪的 参加了亲共分子的杀龙聚会 聚会上 好兄弟把摩尔达佛介绍给他认识 相逢就是圆 此刻的库博肯定没聊到 自己和摩女士 能在200多年后再相见 尸鬼库博做了一个美好的战前梦 醒来后 发现政府工作人员在巡逻执法 麦耀哥俩的顶呱呱店铺被路西炸了 库博留在现场被抓了个正着 而一旁的翘手机器人 蹦出了好友塞巴斯的声音 塞巴斯肯定没想到 自己的声音在穿越了两个多世纪后 还能被库博听到 他们把库博押去政府总统办公室判罪 听起来很权威 其实就是一个废弃酒吧 所谓的政府总统 也就是一个地头蛇而已 总统和库博是老相识 所以库博很熟络 要来针线把自己的手指缝好了 他在墙上发现了摩尔达夫的通缉令 觉得应该抓紧时间了 于是他开枪打死了矛头警员 留下了老鼠人的命 然后潇洒离开 路西和马克西姆斯 掉进了4号避难所 这里的人长相奇怪 是时代的汽儿 在避难所里抱团取暖 偶尔搞搞邪教娱乐活动 工作人员取出马克西姆斯手臂里的牙齿子弹 刚刚袭击他们二人的 吃恶魔帮的枪手 喜欢吃人 用人类牙齿作为子弹 就是物尽其用了 恶魔帮在辐射系列中坏得毫无逻辑 纯粹为坏而坏 打砸抢都是轻的 为了违禁品 他们可以干出任何事情 在废土世界中 没有任何一个组织看得起他们 对他们的评价则是轻易色的变态 回到避难所环境的路西很开心 想和马克西姆斯进行深入交流 马克西姆斯懵懵懂懂地拒绝了 他所在的兄弟会可从没交过这种事 马克西姆斯恢复正常后 想要离开这里 因为这里的人喜欢微笑 让他觉得像邪教 路西一顿想麻味 成功安抚了马克西姆斯 监管人 独演本杰明和他俩打招呼 给两人交代 一定不要靠近第十二层楼 奇异的造型把两人吓了一跳 不过路西很快就发现 避难所的人员里 有很多都是外挂了器官 路西认为 这里的人应该是上去过地表 因为辐射导致变异 才变成了如今的模样 可他大错特错了 比如独演本杰明 就是纯纯的四号避难所人 而且他已经是第五代居民了 话里话外 本杰明都流露着 歧视地表人的意味在 矛盾的是 四号避难所 却一直在收留地表人 路西所在的33号避难所 就从不会做这样的事 路西想知道 第十二层楼有什么 结果当然是被拒绝了 这边 马克西姆斯一路摸到了能源房 打算顺走巨变核心 给自己的T60充充电 但是很不巧被抓了个正着 不过问题不大 只要撒谎不脸红 就能蒙混过去 马克西姆斯被分配到了一个BB小子 这意味着 他在这间避难所里 有了自己的房间 可以体验传说中的热水澡了 房间里摆放着一个欢迎礼包 里面放着各种各样的零食 老废土人在避难所成了山炮 快了洗澡 快了掐饭 但是马克西姆斯的表情依旧很严肃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四号避难所处处透露着诡异的气氛 免费提供衣食住 就是想方设法不让人行 还用BB小子捆住了马克西姆斯 这其中肯定有阴谋 这一集有个小细节 先前 路西和马克西姆斯是为了找治疗用品 才来到霍桑医学实验室的 谁知竟然掉进了四号避难所 他们昏迷醒来后的房间门牌上 写着Test Subjects 再联系四号避难所居民们的不同变种形态 可以推断出 这里大概率是用来做人体实验的 居民不够怎么办 那就从地表捕捞 所以路西和马克西姆斯才会莫名掉进陷阱 而四号避难所里有许多鱼的元素 比如画着鱼的墙纸 办公室里的鱼缸 还有欢迎礼包里的鱼子酱 难道四号的秘密实验和与有关系 关于更多内幕 还得接着往下看 路西撞上避难所举办集会 一时好奇兴起 决定跟去看看 居民们围着蜡烛督嘴吁吁 一开始路西觉得挺有趣 可下一秒 现场的人们就把衣服全脱了 路西懵了 这节奏恐怕是跟不上了 紧接着 居民们用骨灰土脸 大口大口喝下鲜血 发誓为了重建杀鹰室 必让鲜血飞溅 这不是妥妥的邪教吗 马克西姆斯说的都对 路西看到了一幅画像 那是四号避难所居民崇拜的火焰之母 他愣住了 这不就是带走自己爸爸的那个女人 摩尔达夫吗 路西想要离开这里 立马找到马克西姆斯 可此时的马克西姆斯已经真香了 他被物质麻痹了神经 不想回兄弟会刷马桶了 只想在这里快乐掐饭 穿软软的浴袍和拖鞋 劝不动马克西姆斯 路西打算去十二层看看 这里阴森恐怖 摆满了各种奇怪的人体组织 还有一只熔猿游来游去 路西打开电视 里面内容可太圣猛了 一个女人正在水中拉宝宝 结果拉出了一堆熔猿仔 最后 这些熔猿仔反过来 把女人吃掉了 这可把路西给吓坏了 他继续寻找 看到了一排排 躺着人的低温休眠仓 就在这个档口 他被逮住了 路西愤怒地质问 为什么要拿人类做实验 监管者上了一段VCR 老朋友熔猿怪正在里面激情咬人 监管者解释 他们这个避难所的主题是基因杂交 也就是人和其他物种杂交 以此创造出能对抗辐射的全新人类 结果 人兽结合 诞生下来的竟然都是这些凶猛的怪物 那些用于实验的人类 最终推翻了原住民科学家 占领了整个4号避难所 所以那些外挂器官的人 才是原本的原住民 而那只容园 其实是本杰明妈妈的舅舅 当路西被问到 33号进行的是哪一种实验时 路西很茫然 他是真不知道33号隐藏着什么秘密 毕竟他是秋生旺 就算什么也不懂 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到处乱跑就是罪 监管者给路西戴上了头套 打算对他进行惩戒 马克西姆斯原本在快乐掐饭 看到路西被拖走 塞了几口爆米花 把上次偷了一半的巨变核心 完全偷到手 装备跟上 准备表演一个英雄救美 路西要被陷进了 围观群众都是火焰之母的信徒 他们拿着爆米花 乐呵呵地吃着瓜 监管者手举大刀 狠狠朝路西挥去 但是刀很久没磨了 监管者只好手撕皮带 宣布将路西驱逐回地表 这是4号居民眼中 最残酷的惩罚方式了 为了让死刑犯吃好上路 他们决定给路西投为两周的补给品 路西心想 还有这种好事 此时 现场陷入黑暗 马克西姆斯身穿T60闪亮登场 原来 他刚偷走了巨变核心 导致失去了电源的4号避难所突然停电 马克西姆斯大杀4方 还要拯救自己的女孩 但结果很尴尬 两人坐着电梯回到地表 路西希望马克西姆斯能把偷来的核心还回去 失去电源 4号会在几天后陷入能源枯竭 到时候 大家的下场会很惨 更何况 他们本身的经历就已经够可怜的了 马克西姆斯很听话 乖乖照做了 路西很感动 觉得马克西姆斯是个好人 想要等他忙完了之后 来33号和自己一起生活 马克西姆斯决定告诉路西真相 他只是个小护丛 而且并不善良 当初 他可是眼睁睁看着提图斯骑士死亡的 路西一点也不介意 他说 自己在12楼的时候 也朝一个陌生人的脸上 泼了浓硫酸 两人坦诚相待后 继续踏上废土之旅 开开心心去找头 而头还在护丛手里 他身边还带着跟随主人脑袋的狗404 护丛抄兄弟会折返 路上经过了游戏中 大名鼎鼎的红火箭加油站 游戏中的红火箭里 不仅可以加油 还可以变成定居点 创造无数美好回忆 剧板辐射的建筑细节 复刻得十分到位 护丛把狗狗关进了 盒子渴的冰箱里 自己拖着被T60碾碎的脚 踏上回家路 但是很不巧 他在路上遇到了那个 先潜入了机的男人 恰巧他还是个赤脚医生 护丛怕死 把T60的剧变核心 作为治疗费用 护丛医生给了护丛一管药后 吸入后 那稀巴烂的脚竟然长好了 看上去很神奇吧 那是因为 赤脚医生把他感染成了尸轨 而超强恢复能力 就是尸轨的技能 护丛实惨 稀里糊涂就成了尸轨 他按照赤脚医生给的地址 去找无线电发射器 好发消息 让兄弟会派车把自己接走 然而在等待的过程中 路西和马克西姆斯 手牵手来到面前 护丛拿出手枪一同扫射 马克西姆斯和路西毫发无伤 这里不得不说一下 服射系里 人物的special属性加成 按照官方最新公布的路西属性 他的luck值接近满分 这也就能理解 为什么子弹打不中他了 护丛因为扫射失利 有点火大 施法前腰时 被隐藏陷阱 一剑穿红 但是他是尸轨啊 拔了剑又是一条好汉 马克西姆斯看呆了 说大哥你变异了 这时兄弟会的直升机来了 变成了尸轨的护丛很心虚 因为兄弟会会斩杀屎鬼 他赶紧把头撂给了马克西姆斯 打算逃跑 那总要有人担责啊 马克西姆斯把真头给了路西 让他用头换回自己的爸爸 自己则找了个假的 准备糊弄兄弟会 路西就这样获得了头 并吻别了马克西姆斯 而两人手中的真假脑袋 也硬紧拨了一口 库博这边 进度条落后 他丢失了路西的踪迹 一番思考后 觉得不如直接去找摩尔达佛 反正就算找到了头 也是要带着头找他的 交友广泛的库博 去找了签弹搜寻人 自己的身体里 还有这位老兄打进去的签弹呢 通过一系列技巧盘问 库博得知 摩尔达佛在天文台 也就是偏头 库博带着女儿策马狂奔时 左下角的那个天文台 他一路行走 最终来到了红火箭 并解放了404 虽然没有定位器 但是有定位狗 库博也是好运气 但是站前的他 运气可就没那么好了 那时他有很多粉丝 摩尔达佛就是其中之一 亲共分子的沙龙集会上 作为主讲人的摩尔达佛 举着咖啡杯 温和地抨击了当权者的虚伪 他们制造恐慌 垄断资源 蓄意调戏战争 库博越听越不对劲 打算离开这里 不料摩女士叫住了他 指出避难所就是靠 末日概念赚钱 掐烂反 而且他还知道 库博的老婆在搞什么事情 原来摩女士是个科学家 正在研究冷核巨变 有了这个东西 世界还有什么末日啊 就当摩女士快要成功的时候 库博老婆所在的避难所科技公司 突然横插一脚 买下了雇佣摩女士的公司 把这项科技扼杀在了出生的前一刻 在摩女士看来 这就是摆明了 要让末日发生 掐烂钱 摩女士递给库博一个监听设备 希望她能够认清避难所的真面目 回到家后 库博真的把监听器 植入到了妻子的BB小子里 为了自己的狗狗螺丝福 她要弄清楚避难所到底在搞什么鬼 33号避难所里 诺曼还在给囚犯掠夺者们送饭 但是这一天 掠夺者们竟然被老鼠要堵死了 爆炸头贝蒂为此感到忧虑 她告诉诺曼 语言是有力量的 也就是在指责诺曼先前 在大会上的发言 潜移默化的影响了一部分避难所居民 这不利于维闻 这把诺曼搞不会了 怎么这事还能怪在自己头上呢 不过贝蒂并没有责罚诺曼 而是抓了一个看管的女孩 诺曼作为31号避难所的后代 想必血统高贵 贝蒂不敢动啊 这里我们可以猜测一下 毒或许就是贝蒂下的 因为掠夺者们知道32号避难所的秘密 所以不得不被灭口 接着贝蒂按下BB小子 避难所移居任务正式开始 切特和闺蜜将一起去32号 而诺曼则留在33号 诺曼不服 凭什么这么分配 趁着大家不注意 他溜回贝蒂的办公室 披了个马甲 用贝蒂的身份 和31号避难所的监管人聊天 结果这一聊下来 发现来自31号的贝蒂 似乎在33号执行某个任务 假如任务失败 他将回到31号避难所 诺曼智力点满 顺水推舟 谎称任务失败 他决定顶替贝蒂 去31号避难所一探究竟 大门缓缓打开 里面又会藏着什么秘密呢 带回不过他们并没有返回军营 而是到了先前攻略下的费城 现在这座城市全是兄弟会的人 原住民早已不知所踪 钢铁兄弟会的旗帜 在腥风血雨中飘扬 主教居高临下 质问提图斯骑士在哪里 马克西姆斯认错很积极 主教不算太生气 但头被咽就是假的 主教炸毛了 就在马克西姆斯即将被处决之际 好极有丹恩挺身而出 为他求情 马克西姆斯能在这 弱肉强食的地表存活下来 说明他是一位真正的战士 而主教刚好需要这样的人才 他将马克西姆斯带进小黑物盘问 缅怀了兄弟会的光辉岁月 他们曾是废土的统治者 在这废土世界中 有多个势力盘踞 之前的新加州共和国 做出了T45动力机甲的威斯科技公司 乔首先生的联合制造商 通用原子国际和罗伯科工业等等 钢铁兄弟会作为一个老牌战前组织 昔日辉煌早已不在 主教直言 如果马克西姆斯能够帮助自己 找到真的头 便可以重振钢铁兄弟会的荣光 马克西姆斯一生都在寻找一个家 不如就和他这个老头子 一起创造一个吧 说干就干 兄弟会朝着摩尔达夫 所在的天文台急速前进 马克西姆斯心里直乐呵 答应路西的事情 这下子又着落了 这么多人肯定能救出他吧 此时的路西已经达到了目的地 他穿过一片玉米地 来到了一个集市 这里汇聚了各色人等 没有硝烟与战争 只有一片祥和与安宁 最后在天文台顶端 他见到了摩尔达夫 也见到了关在笼子里的爸爸 麦克莱恩 魔女士拿起科学家的头颅 把冷聚核心取了出来 与此同时 他也希望路西能了解世界的真相 比如 魔女士是怎么认识麦克莱恩的 再比如 麦克莱恩的真实身份究竟是什么 我们先暂停一下 看看另一条线 库博在送老婆上班之后 把监听器塞进了耳朵里 这时巴德正好经过 巴德在威斯科技工作了十年 离开老东家后 到避难所科技公司担任副总裁 负责人力资源研究 巴德对库博说 今天是个大日子 以向名为巴德的伙伴的计划即将展开 人类说明短暂 是取得成就的巨大阻碍 没办法开展耗时几个世纪的项目 而巴德的伙伴们将跨越许多代人 持续很多很多年 直到构建一个完美世界 然而 库博根本没心倾听巴德叨叨 监听器因为距离太远 根本不起作用 于是他走进了避难所科技大楼休息室 假装等老婆下班 这下蓝牙连上了 什么都能听清楚了 会议室里 避难所科技召集几家头部企业来商讨 怎么让避难所的销量变得更好 大家一起发战争财 简单介绍一下这几家公司 首先是罗伯科工业 创始人名叫罗伯特·爱德温豪斯 人送外号废土钢铁侠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这个角色和钢铁侠的原型是同一个 那就是修斯飞机公司的创始人 霍华德·修斯 豪斯先生 2020年生人 妥妥的富二代 可惜爹妈死得早 还被同父异母的哥哥安东尼骗走了继承权 标准的孤儿开局 但豪斯先生不是一般人 作为废土头号技术宅 22岁就在拉斯维加斯创办了罗伯科工业 专门研发电脑和机器人 BB小子就是他们家的 他还热衷于捣鼓各种算法 预测未来大势 在2065年的时候 他就猜到了2077年会发生毁灭世界的核战 从军方朋友那里听说 拉斯维加斯要被核弹洗地 豪斯先生直接开挂 用卫星给拉斯维加斯整了个防护网 为了在战后活下来 他也设置了一套系统 将肉身保存在卫生仓里 意识则直接上传电脑 通过手下的保安机器人远程操控 等于是实现数字永生了 接着是威斯科技 就是生产动力装甲的那家公司 它明面是搞军火的 暗地里却整起了生物黑科技 研发出了强制进化病毒 妄想把人类变成超级塞亚人 结果玩脱了 核爆一来 研究所直接寄计 这个区域辐射量爆表 所以洗涤了一个闪耀之地的称号 然后是大山脉研究发展中心 这个是远近文明的巅 这地方招揽了一堆疯子天才科学家 跟他们说 在这里可以随便玩 没有道德约束 没有实验下线 结果这帮科学家玩嗨了 直接拿货人做实验 当然天才多少都有点预知能力 大山脉的智囊团 早就预料到世界要完了 所以在核弹落下之前 就开始搞思想体计划 把六个顶级科学家 变成了脑控机器人 说是要保存美国最强大脑 以后好东山再起 结果核弹洗地那天 大山脉因为位置隐蔽 还有坚固的地下掩体 所以屁事没有 然而美国政府却无了 大部分员工被迫毕业 剩下的人 也因为这六个思想体 整个实验事故隔屁了 美国复兴的希望 最终只剩下一堆实验品 和那六个电子幽灵了 这次大佬聚集 为的就是商量 怎么合作建设避难所 威斯科技就提出了异议 核弹爆发后 地表上仍然有活人怎么办 它们会像石器时代的生物一样 吃掉从避难所出来的人 巴德回答 避难所里储备了 足以生存几个世纪的资源 而它们的竞争对手 也就是没能进入避难所的人类 将会死在地表 毕竟 终极杀杀性武器就是时间 时间能摧毁所有敌人 它们不比谁的力量更强 比的是谁活得更久 最终 时间会让它们赢得资本的游戏 浩斯先生认为 这还是不妥 这就好比 把一群老鼠 关在一个洞穴里 时间久了 它们就会同类相识 怎么能保证 老鼠能比地表上的那些动物 活得更好呢 这时库博的妻子打断了大伙的讨论 关于未来 她的出发点是自己的女儿 怎么涉及避难所里的社会 才能为孩子们提供一个更好的未来 Yes 库博在那头一听 觉得还是妻子三观症啊 与此同时 诺曼也即将触及31号避难所的真相 他进入其中 发现空无一人 不过地上有个正在移动的脑子 这个脑子就是巴德 避难所计划成功实施后 他机械飞升了 诺曼发现 这个浸泡在钢子里的脑子 钢子的一端连接在移动机器上 机器卡在了角落里 扬声器还在不停逼逼刀 诺曼把他从角落里解救出来 钢中脑发现 面前的人不是33号的背地 马上举起小针管 对诺曼进行了无效威胁 诺曼无视 大踏步朝深处走去 他按下了核心开关 眼前出现了巨量冷冻睡眠舱 这里全都是被冷冻的尸体 也就是所谓的巴德的伙伴们 冷冻睡眠舱第一次出现 是在游戏辐射4 第111号避难所里 全名是超低温液弹实验设施 人冷冻再解冻 就等于可以直接穿越到 百年后的飞土世界 在核爆前 魔女士应该也是躺进了冷冻睡眠舱 才能超长待机200多年 巴德对自己的成果感到自豪 语速飞快的阐述 对于人类未来发展的理解 那便是管理之上 美国为了确保核爆后 国家依然存在 把这项使命外包给了私营企业 但巴德认为 美国是一个失败的国家 与其让政府存在 还不如让企业存在 这就是巴德的伙伴们计划 培养一批世世代代 都忠于避难所科技公司的员工 为此 巴德会定期解冻尸体 让他们成为32和33号监督者 并与避难所居民一起繁衍 最终经过基因的层层过滤 培养出一群超级管理者 当地表被清理干净后 这群管理者就会回归地面 统治地球 这也就解释了 为什么33号避难所的监管人 都是从31号调过来的 那是因为 31号的人天生就是管理者 秘密被发现 巴德只能礼貌地通知诺曼 大门已经锁死 他别想出去了 如果不想被活活饿死 就乖乖躺进他父亲 麦克莱恩的睡眠仓里 而会议桌上 库博妻子告诉大家 整个美国总共有100多个避难所 每家公司都可以承包几个 并按照自己的想法 创建最适合人类生存的完美社会 大山麦科技公司提议 在避难所内给予有限的生存资料 让大家为了活下来而竞争 威斯科技想让居民们 都变成基因突变的超级战士 还有什么 强制人们吸入治疗精神病的药物 让父母和孩子分开 筛选出聪明的下一代等荒谬的想法 库博越听越不对劲 会议桌上的大鳄门 显然把避难所当成了私人实验室 这时 豪斯先生发出了灵魂拷问 如何确保这些想法能实现呢 库博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他没想到 自己的爱人竟是个狠角色 妻子继续说 核爆是一场悲剧 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 当他们成为唯一的幸存者时 就没人能与之抗衡了 届时 他们将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垄断者 用一场彻底的战争 让世界永远没有战争 这可能吗 不可能 因为 另一边 魔女士告诉露西 她妈妈罗斯很聪明 发现有某个东西抽走避难所的水 顺着那条线索 她推断出 地表已经重建文明 当罗斯告诉麦克莱恩这个想法时 却遭到了丈夫的无情呵斥 认为那太荒唐了 从那一刻开始 罗斯不再信任麦克莱恩 她认为 身为监管者的丈夫 一定在隐瞒什么 所以她带着小露西 离开了31号避难所 母女俩走到了沙音室 发现那里十分美好 有着避难所承诺的一切 那时候 小露西还喊摩尔达夫大姐姐呢 母女俩打算就在这里定居算了 但麦克莱恩千里追悉失败 恼羞成怒 放了个炸弹 把沙音室停了 冷和巨变当年 卖给了避难所科技公司 只有身为管理员的麦克莱恩 才能激活她 母女是希望 麦克莱恩能够告诉自己 冷和巨变的访问码 启动后 那无限的能源 便可以将此处化为人间天堂 露西问妈妈的下落 摩尔达夫看向了一旁的骷髅 看样子 在自己的丈夫头戴以后 罗斯就变成了一具狂尸鬼 望着那骷髅上的项链 露西确认 那是妈妈没错了 她哭着让爸爸交出了访问密码 在女儿的眼泪中 麦克莱恩妥协了 冷和巨变启动中 战争就要结束了吗 不 战争永远不会停止 兄弟会的飞鸟直升机感到 他们和新加州共和国的战争打响了 马克西姆斯和戴恩闪转腾挪 突围进总部 就在这时 库博突然出现在遗书光影中 像极了当年聚光灯下的她 这里就是她的舞台 库博穿过T45型号动力机甲 知道胸口的焊接处有设计缺陷 聪明的她 抬手击中一台T60 机甲硬生倒地 果然他们还是没有修改那个bug 动力机甲反击 库博拉登 黑暗中 尸鬼压倒性的优势 让兄弟会成员成了瓮中之鞭 马克西姆斯为爱而战 爆发出惊人小宇宙 冲锋陷阵 终于见到了露西 而此时 父亲正恳求露西打开鸟笼 和她一起回家 露西看着不远处的妈妈 心里很复杂 麦克莱恩转头求助马克西姆斯 自保身份 我可是你未来的岳父哦 马克西姆斯想都没想 麻利地打开了鸟笼 让麦克莱恩恢复了自由 这下可以跟女友一起 回她的避难所快乐掐饭了 但露西告诉她 她爸就是当年 和平了加州共和国的罪魁获胜 马克西姆斯的脑中 浮现出了当年 家乡被炸的惨状 她想要复仇 此时的麦克莱恩 已经偷摸穿上了T60 并捶晕了马克西姆斯 露西朝父亲举起枪 命运真的很讽刺 露西千里迢迢穿越废土 就是要救出自己的父亲 而如今 一切都不是她想象的那样了 正当露西无比挣扎时 库伯一枪打爆了麦克莱恩的脸颊 两人面面相去 发现竟是老朋友 原来 当年的麦克莱恩 是库伯的忠实粉丝 同在避难所科技工作的她 还经常帮库伯老婆 取干洗垫的衣服 早在库伯第一次遇见露西时 就知道她是麦克莱恩的女儿了 她苦苦支撑200年 为的就是得到一个问题的答案 麦克莱恩一咬牙 竟舍下女儿溜走了 战争永远不会改变 废土一片混乱 但无论何时 总有大人物在暗中掌舵 库伯决定 要和那个大人物谈一谈 线索就是逃跑的麦克莱恩 只要跟着她 就一定能找到那个人 外面的战斗似乎进入了尾声 库伯临走时告诉露西 等兄弟会的人攻占下这里 他们就会毫不留情地杀掉露西 他可以选择陪马克西姆斯留在这里 也可以选择去见自己的造物主 露西开枪 杀了已经变成狂屎鬼的妈妈 和库伯一起离开了 马克西姆斯虽然昏迷不醒 但他听到了露西对他的承诺 他一定会再找到他 等他醒来后 外面已经一片漆黑 摩尔达夫冲进来 按下了那个启动了一半的冷核聚变按钮 紧接着 他拉起露西妈妈的骷髅手 看着无限能源 重新点亮了新加州共和国的土地 摩尔达夫失血过多 知道自己即将死亡 他问马克西姆斯 觉得兄弟会将用无限能量做什么 也许马克西姆斯能成为唯一一个阻止他们的人 但恩感到 看到摩尔达夫已死 举起马克西姆斯的手 尊称他为骑士 马克西姆斯在簇拥的高呼声中沉默不语 伴随着出生的太阳 辐射系列最强boss之一 死亡谷的残骸在风中绝望凝视 而麦克莱恩自然一身 走向了新维加斯 诺曼被关在了31号生死未卜 库伯和路西组队 寻找真相的征程即将开始 而33号避难所的净水芯片 该去哪里找寻呢 这一切都要等到第二季才能揭晓了 这是一部对辐射系列 还原度极高的改编 细节控狂喜 比如 新维加斯制作人 在20年前的辐射世界 美国13帮地图 都被剧组翻出来 直接用在了影片一开头 就是电视机里 播天气预报的那一幕 老玩家直呼内行 就算对于没玩过游戏的 普通观众来说 第一季的呈现 就已经可以get到 辐射系列废土世界的魅力了 然而 对于重度游戏玩家来说 这种程度的改编 还远远不够 在Steam辐射 新维加斯的评价页面上 游戏总监陶德 已经被人骂得飞起 没办法 毕竟硬核玩家 是很难伺候的 不过 游戏制作人陶德 全程指导了电视剧的拍摄 并且续定的第二季 肯定也会继续参与指导 这波官方认证 算是给聚集质量上了保险 只要第二季别太拉垮 辐射绝对能提升 有史以来最好的游戏改编作品之列 继续参与指导